黑夜之中飘着绵绵细雨 港口出现一道亮光 扑通一声就这样连人带车掉进水里 茫茫大海要找人 搜救队全副武装 顶着海中不到10度的低温 只求一线希望 8号小年夜下雨湿冷 基隆一名王姓男子开车冲进外木山渔港 他的手机关机 家人彻夜等不到儿子回家 赶快报警求援 搜救人员连续下海搜救三天 经过黄金72小时 找到车子却没有发现驾驶 年假期间进行大阵仗搜索 正当大家快要放弃 12号凌晨一点多 王姓男子突然回家找爸爸 说他其实落海之后 马上就自己逃出车外 在联络朋友来接他 隔天一早警方截火消息 也追踪到他的手机定位 才知道这几天白忙了 根据了解王姓男子欠下大笔债务 似乎为了躲债 一时冲动跳海 不过马上后悔游上岸 却没有告知家人 让大家心急如焚 还花费大量酒宅资源找他 到头来海里根本没有人 而哲同救援电话也不是他打的 不算恶意谎报 依照现行法令确实无法可罚 只是搜救人员过年值班 辛苦做白宫 心情相当无奈 TVBS新闻刘欣奎 赛欣于基隆 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